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永流的346-358 元神,5.0那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陶侠,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 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还是来到悬木人 这个神像,左边这个传送点 好,到传送之后 往西南方向,地图的左下方 这里朝前飞 这一远处可以看到有一个正手 所以我们跑过去,清一下 清王怪,蓝蓝宝箱 遗珠起壁 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又下方 这里往前走 前方可以看到有一个羊驼 在这个羊驼旁边这里是有一个任务道具 然后遗掉紧,后面有个支线要用到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往前走 再前方这里有个山洞 这山洞里面有一个副本 那我们这里开启一下 那开启这个副本之后 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 这里斜拨下来 这里还有一个正手 希望你凶王怪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绳子 遗珠起,这里跳一下,可以夹上100钥匙 然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再前方这里,老门这里,还有一个这个钥匙 好,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又下方 这里开启这个杂姆 好,然后这里进来 往前 前方这里有一个神通 还有一个珍贵宝箱 遗珠起壁 极光铁球 好,然后西巴地图左边 前方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好,然后这里会出现这个地方喘侠 呃,说一下这个打法 这里我给大家放图片 这个我不是特别 特别会答 这里我给大家放这个图片 呃,有一个首试击杀成就 还有另外两个,另外两个我试了好久也没试出来啊 呃,大家就自己找相关的那个 那个视频看一下,自己做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返回到这个游戏 去往东北方向,地水就上方 这里我们要走出这个山洞 随便爬出来 然后这里左转朝西方向对右左边往前走 这里我们贴着这个右侧啊 贴着这个右侧这个墙面往前 这里稍后过来有两个黑铁矿 在这里有个挖掘,这是一个石堆 那捡起之后西方向对右左边 继续往前走 缩起往这个楼梯这里 爬上去 这上面这里有一个镇守 来,新王怪来拿宝箱 拿宝箱桌啊 我们再朝着东方向对右边往前走 这里看一下左前方 左向这个草堆处 有一个石盒子 我们先来捡这个 然后右边有个神童 这里我们捡到什么不要跳下去啊 捡到神童 然后这里飞回这个悬崖 朝着这个东南方向 地图越下方 往前走 好,这里我们要爬到这个山坡上 好,这个石柱这里 你爬上来 好,在这个石柱背后 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好,那捡起这个石盒子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越上方 朝前飞 好,在前方这一块 这个木板的位置啊 有一个现实挑战 来,这里开启 然后我们这里要附身旁边这个狐狸 好,列门 朝南方向这里 撤下球 好,完成这个挑战 可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左边这里有个炸弹 我们捡起这个炸弹 然后看一下这个石柱啊 石柱中间这里有一个石莱姆 给它炸死 炸死之后会出现这个钩子 先不要勾啊 在这个石柱底下有一个石盒子 然后更顺着这个钩子 自己勾上来 然后石柱上面 剪到这个火神通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里我们可以勾两下 然后直接跳下来 下面这里是有一个传送点 来,开启 好,开启这个传送点之后啊 东方向地图右边 往前走 前方这个石柱上面有一个 一个火神通 这里爬上来剪刀 然后这个神通之后 在这个水池这里啊 有两个这个水盒子 大家有需要自己去拿 然后我们继续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继续往前 然后打开风气往前飞 好,来到这个蓄水池这个位置 在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我们附成这个 附成这个蜥蜴 然后继续往前游 这里游过去 在这个河对下有一个镇守 是吗?那 好,这里清宝怪 来拿宝箱 宝箱也能引蛇出洞 好,然后这里再继续附神这个蜥蜴 好,这次我们往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最往前走 好,这条这里 有一个水池 小水池 好,水池这里有一个矿石啊 我们把这个矿石给它打掉 接下来给它打掉 其实雨收 然后会出现这个气泡啊 我们掉下这个气泡 好,它又冒出来 我们继续掉场 这里一共有三处啊 掉场了三处之后 我们再重新这里 附成这个蜥蜴 来到前方这一个 死柱的位置 在这里站一下火的 好,会出现一个宝箱 那开启之后 西方向都有左边 在这个草堆处 有一个石盒子 那捡起之后 东北方向 地图就上方 这里下来 在下面有个镇手 青王怪 来,开启这个宝箱 好,然后这里 随便上有很多这个箱子啊 我们把这些箱子 全部给它打破 好,全部打破猪啊 呃,北方向地图上方 我们先附成这个蜥蜴 然后这边游过去 在前方这里有一只鸡 来,这里跟着这个鸡 好,所以左边有一个宝团 我们来检救宝东 好,继续跟着这个鸡 好,上归位 所以我们是要过去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 走着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 好,所以我们往前游 然后爬上这个坡 直接下来吧 爬上来 好,再前往这里啊 这个蓄水池这个位置 有一个直接开启的 普通宝箱 这里的水面竟然开不了 微信机跳起来的 取材 好,看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来到右边 这一个产重点 然后传染之后 到这西南方向 地图的左下方 这里往前飞 然后前方这一个 使柱子的右侧这里啊 这里是有 秀吉几只羊驼 这就是羊驼位置 这里有一个石盒子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往前走 喜欢这个木板的这个位置 这里也有一个石盒子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在对面这一个荷叶上 有一个NBC 那这里有门 爬上去 那这个NBC对话 然后做一下这个挑战 这个要11500分了 好,这里我们 去附神一下这个 附这个蜥蜴 然后写完这一个发光点 这里跳一下 好,接下空中之后 我们然后立出这里聚力跳 聚力帆 好,然后继续往前 这里 手感不是特别好啊 好,切完这里一堆障碍物 这里跳冲刺 跳冲刺 好,这里会来到这个轨道 然后继续往前 也继续跳 然后往前轨 也再跳 穿过这个拳 好,这样就可以玩的是个挑战 这里一共也是三个宝箱啊 三个宝箱 宝箱也能引蛇出动